是 余季爾把球救回來 給到Charles Garcia Garcia變換節奏 結果吃了ICE一鍋裁判沒有哨音 Garcia要注意自己的情緒 這時候口出芬芳 其實我們知道Garcia在台灣打球已經很多年了 從早期的SBL 然後到ABL 富邦 以及到現在的T1 其實他的天分 以及他個人能力是無庸置疑的 但往往就是在這個情緒掌控上面 是比較讓人家會有點擔心的 是 因為這種情緒有時候對球隊會造成傷害 沒錯 而且會造成教練以及管理層的困擾 Garcia這次就製造對手的犯規了 Garcia這次就製造對手的犯規了 不過他還是有一些情緒上的動作 對 其實Garcia要特別注意自己的情緒 那其實如果他 還是沒有辦法掌控自己的情緒 其實對我們台灣籃球 以及球迷來講是一種傷害 那因為特攻的團隊犯規已經五次了 所以Charles Garcia要來執行兩罰 第一罰有 鏡頭照到的是 右邊是列印的總經理錢維成 左邊的是今天沒有登陸的Marcus Gilbert 兩罰都進 Garcia這一季的場均是22分 9.3個籃板跟3.9個助攻 Garcia M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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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